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您水笑 第六十三章 揪心的相遇 月仙门大会正式开启 我在这里 预祝各大仙门能够找到得以弟子 各位参加月仙门的天才们 同样能一跃脱繁 成为真正的仙门子弟 随着星河帝国的帝君 在台上说出月仙门大会正式开始 一道数丈款的通道在人群之中出现 这条通道 直接通往帝都广场中间的大理石平台 此刻 星河帝国的帝君下去 两名负责记录测试结果的人 站在了零根测试水晶柱旁 一名身穿官服的男子 拿着一个皮券走到了大理石平台中间 他大声叫道 程洛俊 欧左侧上台测试 为西准备测试 随着这官服男报完两个名字 一名身穿金服的青年从中间那条数丈款的通道迅速走到了大理石台面前 他身行一纵 便落在了大理石平台上 落在台上后 这青年并没有立刻去测试 反而是转身得意看了看众多聚集在广场上的人 不得不说 这青年的身姿非常的信任 甚至有旁边的女观众发出了尖叫 神怜是冷冷一笑 这家伙太爱线了 除非是零根逆天 否则不会有大线门想要的 因为他进步有限 金色青年站在测试水晶柱前 一道土黄色的光芒从水晶柱下方冲上 直到无耻的地方 这才停了下来 站在水晶测试柱旁的一个人 跟着就狼声说道 长洛郡欧左侧 中平土林根 自治中下 莫无忌看见这金服青年的脸色还算满意 显然他早就知道 这金服青年 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资质 知道凭借他的灵根资质 是可以加入一些仙门 成为外门弟子的 不过这青年的脸色 很快就凝固起来 他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仙门 对他有意向 别看星河帝国的帝王说得很简单 那就是有灵根的人 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去的仙门 但这前提条件是 你能选择的 这仙门必须是对你有意向的仙门 如果对你没有意向 你再有灵根 那也是毫无意义的 金色青年有些愣神 可别人却不会顾及他 另外一名负质质测试灵根的男子 见欧左侧还站在台上 有些不高兴地说 没有仙门选择你 你还不赶紧下去 是 欧左侧这才醒悟过来 满脸通空急步走下台去 莫无忌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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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这家伙就算是被仙门选上 测试灵根的负责人 再次叫了出来 随即 莫无忌就看见了 两个宗门所在的位置 亮起了金光 他疑惑地看向了沈莲 沈莲 这应该是两个宗门 看中了卫西吧 为什么一个上品灵根 也只有两个宗门选择呢 难不成 这里的仙门 都想要几品灵根吗 沈莲达到 自然不是 除非那些顶级资质的天才 一般情况下 在有仙门选择了后 别的仙门一般是不参与争夺的 这里两家仙门选择 应该是这两家同时闪金光的 否则 你看见的还是一个 地局宗门金枪宗 火栏门 同时选上了卫西 请卫西 自行前去宗门处挑选 下一个 长罗郡 成匪 上前测试 负责测试的男子 再次高声说道 众多热切的目光 再次落到了卫西身上 卫西不但得到了地级宗门的青睐 还可以反过来挑选宗门 就在众人的目光随着卫西移动的时候 一道冲天而起的红色光芒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道光芒一丈五六左右 再上涨几尺 那可就要急顶了 不但如此 这道光芒还非常的炫目 木屋记再次想起了烟尔 当初烟尔测试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道冲天而起的光芒 烟尔的光芒 之所以没有这个叫做成匪的人高 肯定是因为测试水晶柱的等级不够 成罗俊 成匪 鸡皮火系灵根 辞职上上 负责测试的人报名时 声音竟是有些颤抖起来 几乎是在这测试者爆出成匪的同时 十多个仙门同时亮起了金色的光芒 很明显这个叫做成匪的家伙 引起了十多家仙门的争夺 准天际宗门 天际殿 李火宗 碧罗门 天魔宗 随着这些宗名被爆出来 在墨无忌身边的沈莲 甚至都有些震惊的低声说 好家伙 这一下 几乎是整个星河帝国的准天宗 都下入了争夺当中 墨无忌握紧了拳头 他想到了被那个死女人抢走的燕儿 更是愤怒不已 这里才是燕儿应该来的地方 让燕儿在这些大宗门之间挑选 而非被他们给抢走 这么多准天宗可以任意挑选 简直是高考状元的待遇 在众人羡慕和敬畏的目光中 成匪选择了天极电 之后的灵根测试 再也没有几品灵根出现 最好的也不过是上品灵根罢了 更多的是中品灵根和下品灵根 无忌 我居然有中品土灵根 我待会儿要去参加月仙门测试 丁布尔兴奋的声音传了过来 接着墨无忌就看到了 兴冲冲过来的丁布尔 布尔 恭喜你了 墨无忌自是为丁布尔高兴 你为什么不去碰一下运气啊 神连疑惑地看向了墨无忌 墨无忌没开口 他就是一个梵根 怎么去碰运气呢 咦 文漫珠上台测试了 丁布尔说了半句 下意识支出了话头 他想起了文漫珠和墨无忌之间的传闻 一道红色的光柱 直冲到八尺多的位置才停下来 墨无忌心里也是感慨 这个文漫珠的资质还是真不错 果然那测试灵根的男子大声说道 成语国文漫珠 火系上品灵根 资质终上 三家县门同时亮起了金色光芒 显然他们都对火系灵根的文漫珠 十分的感兴趣 墨无忌看见天际殿的金光亮起 就知道文漫珠必定会选择天际殿 这女人真是好运气 丁布尔略带吃味 墨无忌却是微微一笑 上品灵根又如何 他没有灵根 也不见得比上品灵根修炼的弱了 没有灵根不能修炼 对他不适用 滚开 夜仙门大会怎么会有这种要饭的过来 简直犹如这庄严的大会 一个呵斥的声音在墨无忌身后不远处响起来 随即墨无忌就听到了一声痛楚的闷哼 墨无忌下一时回头一看 他看见了一个披头散发的瘦弱女子被人一脚踢飞跌倒在地 他心里猛的一咎 几乎在下一刻 墨无忌已经冲了出去 是烟儿 那人肯定是烟儿 他绝对没有看错 可是烟儿为什么会在这儿还落得如此下场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